听见安慰之声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基督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欢迎收听 隐藏在他手中 作者 施宁 翻译 重生 听见录制发行 波音 西边树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在过去几十年中 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出现了对基督徒迫害的事件 而且数字不断增加 在九十年代初期 某些过去曾残酷迫害基督徒的国家 解除了对基督徒的逼迫 这实在是个神迹 然而这种缓和的迹象 却很难说会维持多久 敌视基督教的势力 可能很快又活跃起来 我们不能忽视 如今世界的大趋势 人们已在反对神 目前在西方的基督徒 所受到的压力 已日渐增加 直接的迫害更不罕见 对所有爱主的人来说 现在是起来 为我们的受亵渎和贬低的主 准备受苦 甚至是舍弃生命的时候了 我深深地 为所有对主忠心的人 将要受到身体 精神和心灵上的痛苦 而感到难过 谁能忍受这种痛苦呢 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人 才能在大苦难中 有力量胜过 并且保持对耶稣的忠心 只有为主持守真道 甘心情愿忍受生活中 一切艰苦 并相信天父信实的人们 才有力量去忍受 定经在耶稣身上 祷告求神 使他们能爱主更深 将得到恩典 使他们能忍受得住 如果我们今天就做好准备 就会有勇气面对明天 也能为爱耶稣而忍受痛苦 这样 他就能得着荣耀 我们若恳切地祈求 他必应允 因为他已应许 必回答我们的祷告 你们在耶稣爱中的姊妹 深宁愿母 耶稣基督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目前 黑暗正覆盖着世界各国 全人类所面临的危险 是史无前例的 大多数人心里 皆没有安全感 他们害怕革命 暴动 灾难 以及核战争的爆发 父神爱他的儿女 不愿意他们 在灾祸临到的时候 被惧怕所苦害 更不愿见到他们 陷入绝望之中 为此 他在此时 吩咐我们 要为苦难的时日 做好准备 以便到时候 可以得到所需要的 一切帮助和安慰 谁能得到这些帮助和安慰呢 是灾祸临到时 有神在他身旁的人 创造天地万物 全能的神 若支持我们 并为我们争辩 有谁或什么 能伤害我们呢 拥有天上和地上 一切权柄的神 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若爱他 他就为我们行使着权柄 因为主耶稣说过 凡爱他的人 必蒙他所爱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神如果爱我们 就必用温柔的心照顾我们 关心我们 并赐下他的帮助及保护 在未来的关键时刻 一切取决于 我们是否有权利 能盼望父神来帮助 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 将自己生命交托给他 就能获得 做神儿女的权利 这一切决定于 我们是否像他 真正的儿女那样 一心爱他 若是 在受苦之时 他必彰显他的大能 以无比慈爱 善待他的儿女 使我们藏身在他里面 而不被痛苦和忧患所压上 神奇妙的应许 要在患难中 帮助和保护我们 使我们得益处 然而 神要保护我们的应许 并不表示 他要拯救我们 脱离苦难或死亡 在未来的战争中 属于他的人中间 有些人会受到极大的苦难 甚至在一定的时刻 盟主召回天家 但是在受苦的时候 神的儿女必得到 因弊 帮助和天上特别的眷顾 在苦难中 必有奇迹出现 他们的惧怕会消失 他们在天父的绑壁中 感到平安稳定 他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和力量 使他们能忍受一切 他们会经历到 父神无微不至的看顾 在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 纪念他们 并救他们脱离凶恶 他们会体验到 自己并不在人的掌握之下 不受武器的威吓 而在一切苦难中 隐藏在天父的手中 如果天父命定 要他们在此时离世 天使要用手 把他们带到天上 他们要像斯提反一样 看到天开了 为主殉道的马西米兰科比 就是这时的见证 主耶稣活在他里面 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被关在奥斯威茨集中营里 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因着饥饿和受折磨之死 而变得绝望和失去理智 他沉浸在耶稣的平安里 在他死去的时候 仍是荣光焕发 他歌颂主 直到最后一刻 许多神儿女 受到奇妙保护的实力 是神从古到今 对他所拣选之人 特别的应许 也是他们不断的经历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 脱离试探 彼得后书二章九节 他们有着盼望 并坚信神迹 必临到他们身上 我们是敬虔的人吗 我们是否单单靠神 欢喜快乐呢 神是否会伸手搭救我们呢 神支持我们吗 这是我们目前最要紧的问题 如果未得赦免的罪 使我们与神隔绝 或因我们与他人不和睦 而使神与我们对立 我们就有祸了 我们以这种光景 去面对将要来到的苦难 就无法得到他的帮助了 人类正受到毁灭性灾难的威胁 神来行审判的时候临近了 这世界已败坏了 按照预言 神不得不向世人施行审判 由于各国扩军备战行动 正在稳定增加 武器也在逐步升级之中 使我们知道 形势岌岌可危 和子大战一触即发 同时 全球性对基督徒的迫害 也是一大威胁 近几十年来 基督徒所遭受到的逼迫程度 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远超过前几世纪的光景 主耶稣曾预先告诉我们说 在末后的日子里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九节 我们这些基督徒已注定 到了时候 要在各地被恨恶和受人逼迫 我们准备好了吗 在灾难临到之时 神会在我们身旁吗 神是否会因我们 是他真正的儿女 信靠他恨恶罪恶 并口称 耶稣基督是我的一切 而帮助我们呢 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至于神分开 甚至最最害人听闻的事 也不能分开我们 因为他就是生命 是满有平安和喜乐的生命 当我们生命中有了基督 死亡和仇恨的权势 就无法压倒我们了 因为耶稣比他们更强大 他已把他们踩在脚下 我们心中充满了他的平安 即将到来的严重苦难 是表明 这位大能得胜者 至高无上的君王 和万主之主到来的先驱 他快要来了 在极端的黑暗和愁苦的深处 发出了一个荣耀的应许 王已快来了 新郎即将要聚集 他所拣选的人们 到他身旁 并建立他的王国 苦难和忧伤的日子 事实上是预备他的再来 他的应许如太阳之光芒 照亮所有的黑暗 使在苦难之中 一切真心爱他之人 即高扬的心腹 都因知道新郎快要来了 而欢喜快乐 在此时刻 神对我们的呼召是 出去迎见新郎 他快来了 今天对那些爱他的人来说 他已经来了 他在他们的愁苦中 来到他们中间 只要他们仰望他 他看他们一眼 就使一切痛苦化为乌有 因为他们知道 不久他便要以王的身份出现 除去他们所有的忧伤和病苦 这应许不仅安慰了 爱耶稣之人的心 也使他们的心灵 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生活在喜乐的盼望中 期待他的再临 以及高扬婚宴的欢庆 这是他们在地上 欲尝到天上 永恒喜乐的滋味 正当神的审判 打击世界之时 他们心中发出了 欢乐的喊声 正如使徒约翰所听到的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 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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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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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们向他呼求 他就帮助我们 他也征服了我们的惧怕 因此 最要紧的是 我们要把自己的惧怕 带到他面前 一再宣告 他已经胜过惧怕 完全相信 我们我们的惧怕 我们的惧怕 我们的惧怕必定降服在主面前 他比在今世向我们进攻的一切恐惧和危险更加伟大 如今 他仍然而 他仍然像过去那样 他仍然像过去那样止息风浪 当我们求告他明的时候 他必帮助我们 安慰我们惧怕的心灵 并以平安充满我们 然而我们的惧怕 不会因一次向耶稣祷告 就在一天之内完全消失了 我们必须继续祷告 打这场信心的征战 可能会要长期等待 但是我们能确信 只要我们坚持信心和祷告 耶稣必定会向我们证明 他是得胜者 他必证明 他的能力大过我们的惧怕 那些专注于耶稣加略山上的得胜 而不停留在与惧怕征战失败的人 必定能体验到耶稣的得胜 从惧怕中得到释放 让我们坚信 因为患难就在前头 让我们祷告说 主耶稣 我相信你 要在灾难来到之前 征服我的惧怕 我要紧紧抓住 这信心的目标 每天在祷告中 待到你面前 他怎么会不应允这样的祷告 耶稣是来拯救我们的 是要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侍奉他 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节 如果耶稣使我们得自由 我们就真的自由了 从惧怕中得自由 使我们在愁苦时 能神尽在他的平安之中 耶稣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中没有惧怕 充满安慰和平安 安息在神的慈爱和眷顾之中 确实 我们能知道 天父在看顾我们 能得到他的爱和眷顾 在患难的日子 他必用绑地抱住我们 使我们藏身在他里面 他必吩咐天使在四周环绕 让我们一心信靠他 我们若凭信心去和惧怕争战 呼求耶稣得胜大名 并相信天父的大爱 就必能经历到神迹的保护 和神的善待 神必照他的应许而行 使我们所信的不置落空 穷乏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诗篇72篇12节 到那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明的 就必得救 约尔书二章32节 奉主耶稣全能的名 所有恐惧消散 惧怕全世被打破 大能得胜 耶稣 经我平信 大声赞美 惧怕挟智不再 恐惧势力 已瘫痪 在耶稣脚前 恐惧不能掌管我心 基督在里面更大 只要耶稣一句话 恐惧驱逐消散 每一句怕 自心离开 平安进入替代 耶稣赢得完全平安 在加略山上 大声赞美 我是自由 恐惧骚扰不再 住在耶稣基督里 享有稳妥平安 平信宣告 耶稣基督使我免于恐惧 他将会赐下神迹 彰显伟大荣耀 你惧怕吗 你可以放心 父神特别关心惧怕的儿女 他特别差遣天使去兼顾 安慰 平静和帮助他们 惧怕的儿女要信靠天赋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十篇一百三十九篇五节 世上做父亲的 会把害怕的孩子抱在怀里 父神也必如此加倍地对待你 因此在面临即将到来的困苦时 你可以欢喜快乐地说 我遭遇患难 他必暗暗地保护我 在他亭子里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诗篇二十七篇五节 你的惧怕很大吗 要一再说 父啊 我的父 要对神说 我信靠你 你必抱我过去 这样 你心中必涌出安慰 平安和稳妥 如果你的惧怕很大 有一位更大的 他能战胜惧怕 耶稣基督 呼求他 所有惧怕带来给你 我要歌唱你的胜利 每一句怕 你得胜 我要相信 亲爱耶稣 坚定战力 在你应许 你已得胜这世界 在这世上 所有恐怖 必须降服我的救助 你已真实毁灭它 无以恐怖 能掳掠我 每一恐惧 必释放我 因主 你是我庇护 愿你永远在我面前 做我伟大胜利之君 通过艰难和困苦 你是盾牌 你将保护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恐怖惧怕 都消除 得胜的方法 你惧怕吗 你要问自己 为什么会惧怕 真正的原因 通常是缺乏 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 和不愿受苦 这种心态 和不相信神的大爱 是紧密相关的 你是否害怕 会失去你的财物呢 预先把一切 献给神 你心灵 必得安宁 此外 要相信 他必看顾你 你就能得着安慰 你是否害怕 会失掉 所爱的人们 献上自己 甘愿忍受 丧失 亲爱之人的痛苦 降伏在 耶稣面前 深信 他爱你的程度 非言语 所能形容 那时候 他必就近 并赐下 他的爱给你 能使你 得安慰 你是否害怕 会遭受缺乏 饥饿和贫穷 你要说 我父啊 我愿意承受这一切 我决心受苦 因我确知 我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会知道 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因为 他必赐我力量 能忍受得住 你是否害怕 肉身之苦 你要说 主耶稣 神的受苦羔羊 我要在 忍受痛苦中 仰望你 你是忧患之子 只要凭信心 看你一眼 就能因爱你 而得到 承受痛苦的力量了 你是否怕 见到所爱之人受苦 要说 因为我知道 你爱他们 多过不爱他们 我相信你 必定要帮助他们 感谢父神 因我深信 他们的受苦 必在永恒中 为他们带来 极大的荣耀 你是否害怕 在忧伤和痛苦之中 你的罪恶老我 会胜过你 现在 就要用信心 和自己的 一切罪恶 征战 神必在灾难 来到之时 奖赏你 照着你所需要的 赐给你 特别的力量 使你能够得胜 他必用 自己的灵毛 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 他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 是大小的盾牌 诗篇 九十一天四戒 不要压抑 惧怕之心 把他告诉神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使我 能把惧怕的事 带到你面前 因为你是最好的父亲 你了解你的孩子 在他惧怕之时 你连续他 我的父啊 感谢你使我知道 你是我的天父 你必帮助我 你必兼顾我的心 除去我的惧怕 感谢你 因为我属于你是你的孩子 灾难不能使我与你隔绝 你的手必引导我经过一切艰难 我要欢喜感恩 因为你是我的父 你随时准备好 帮助你的孩子 在惧怕和愁苦中 我抓住这应许 你不会使我失望 我要欢喜感恩 因我在一切惧怕中 必经历到耶稣是得胜者 他要下令 赶走惧怕 并对我说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 我要感谢你 当有暴乱战争的风声 以及可怕的核战争 使我惊恐时 你必如火城四面围绕我 这是你预言中的应许 因此惧怕就不能抓住我 我感谢你 因我相信一件事 在大患难中 就算我失去了一切所有 但我永不会失去你 我的父 你既是至高无上的主 天上和地上 一切权柄都归你所有 万物都在你手中 你也能成就万事 在你里面 有我所需的一切 阿爸父 最亲爱的父亲 阿们 阿们 祝福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在1939年的战争爆发前不久 我出发去做一次旅行宣道 我到德国的不同地方去讲道和主持查经班 在战争期间旅行是非常危险的 在战争后期火车常受到低飞的飞机袭击 此外在我预定晚上要讲道的几个城市都受到了空袭 虽然是十分令人担心害怕的事 我却十分奇妙平安地经过了这些旅程 我胜过了这些惧怕 并能快乐地完成那次照人看来是十分艰难的宣道工作 我内心安慰和平安的关键何在 在那次宣道旅行的六七年 我曾为德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妇女做过一次旅行宣道 我并不喜欢这工作 因为风尸病发作使我晚上疼得很厉害 特别是在住的地方不好的情形下 有时我会自我叹息 害怕以后会叫我再做这种宣道工作 后来我深深地为这种惧怕认罪悔改 这惧怕是在于不愿背十字架 我为我自己惧怕感到羞耻 因为我清楚知道 侍奉耶稣的事应该高兴地去做 如果需要牺牲的话 也应该存感激之心 因为这种牺牲使我们的侍奉 成为祝福并有成果 我感到自己缺乏献身精神 就求主再给我一次机会 来证明我的爱心和甘心牺牲的心智 主赐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去做一次宣道的旅行 这次是在艰难的战争年代之中 那次我经历到隐藏在忧伤痛悔中的力量 它改变了我的内心 并且更新了我的属灵生命和爱耶稣的心 这爱主之心消除了惧怕 而使困难工作变得轻生 如今 因着自己忧伤痛悔及爱主之心 使我把再次去做旅行宣道的事 看成是一种特权 现在我已经学会向主耶稣说出爱他的话 每当我在旅途中遭遇困难和危险的时候 我便说 这是为你 这是为你 这些话给我内心带来了平安 使痛苦变为甘甜 因为爱能改变万事 这种出于忧伤痛悔和认罪的爱 使我能信靠主并能说 你已使我从惧怕中得了自由 你必抱我过去 你必不会让我受过于我能受的试炼 事情就是如此发生了 他赐给我他的平安 并且带领我经过一切 他证明自己是胜过惧怕的得胜者 他让我得到受保护的奇妙经历 确实 在许多情形下 悔改是使人从惧怕中得释放的途径 而惧怕往往是产生于 人们不愿背十字架和做出牺牲的后果 忧伤痛悔 驱使我们到主耶稣那里去 使我们支去他所成就的救恩 和称颂他宝血的救赎大能 我们这样做就得到了释放 从惧怕中得到释放 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更新 这样我们过去所害怕的事 就不再能引起惧怕了 在得到坚固和安慰之后 我们就能忍受过去所害怕的事了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十篇三十四篇四节 我要信靠亲爱天父 我的帮助 我的引导 你能改变我需要 风浪狂暴忧虑如潮 仇敌四围 我仍信靠 虽我不知如何行 我的天父会引导 我的帮助 你已备好 总不丢弃你儿女 你心良善 看顾保护 你的慈爱计划牵引 在我需要的时机 我要信靠我的天父 你的救助永不失脚 我能完全依赖你 我要感谢亲爱天父 你的应许 屹立不遥 是的 阿们 是你名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如你心中所存有的他的形象和对他的认识 如果你已学会信靠神 并把它运用到现今所遇到的一些小困难和问题上 将来你就能经过惧怕和危险的黑暗幽谷 只要先求耶稣赐你忍耐和羔羊般恒久的爱 并让他改变你成为他的形象 你便能胜过惧怕和苦难 甚至还能安慰和鼓励别人 如果你现在爱神并守他的诫命 你就能得到神无比的大爱 眷顾和属天的帮助 并非无父 我们是否明白 一个孩子没有父亲会怎么样 没有人以爱心安慰他 没有父亲就是没有保护 没有父亲就是在一切事上 孩子没有父亲以强壮的绑壁 带他平安度过 没有父亲就是孩子所需用的一切 没有父亲来关心和提供 没有父亲 表示当孩子受到伤害 想寻求缓解痛苦时 没有父亲来关心他 没有父亲就是每当孩子呼喊时 没有父亲听到 更没有人急忙去安慰他 和擦干他的眼泪 一切没有父亲的人 都落在邪恶势力和危险之中 暴露在饥饿和各种各样的需要之中 但是我们并非没有父亲 神是我们的父亲 他对我们的爱大过世上所有父爱的总和 他真是孤儿的父 十篇六十八篇五节 父自己爱你们 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 富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以色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 不再孤单 害怕受苦 只要幸好亲爱天父 向他呼求 他爱在看守和照顾 计划着赏赏赞和救赎 为你 孩子 开心 喜乐 他 知道路 按在你身 慈爱的手 是你救助 看似遥不可及 孩子 他是和你一起 相信他在这里 不要怕 神是你的父 我们若因信耶稣基督 为自己的救助 而成了神的儿女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可以支取神儿女的权利 在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呼叫说 父啊 父啊 天父必尽他父亲的责任 为父之爱 必感动他回应我们的呼求 我们在愁苦中 他不得不到我们这里来 他有责任 要来帮助支援我们 使我们脱离困境 因为他是我们的父 一位真正的父 这不只是责任感的问题 父亲的爱 促使我们的天父 要把我们像小孩子那样 紧紧抱在胸前 直到我们的惧怕消失为止 我们必须重视天父的爱和大能 这样他才会向我们证明 他的爱和大能 他不会远离我们 他的孩子若在愁苦之中 他必来打救 在这种情形下 他和他的孩子 比以前更亲近 父神必亲自赶走一切 会伤害他孩子 或使他遭危险的潜在危机 他必为孩子的好处 而伸手帮助他 因为孩子软弱 无助 没有力量和权柄 但父神有 孩子有需要使 他为孩子使用他的大能 因为他十分爱他的孩子 在神里面 我们有何等奇妙的一位父亲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患难中就是这样发问的 在这充满死亡危机的年代里 我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急于想得到安慰 并且求问神是否会赐下平安 然而神必赐下 这是丝毫没有疑问的事 神已预备了安慰之悲 悲已溢满 因为圣经上称他为赐各样安慰的神 由于神是一位父亲 他心中最关切的事 就是在患难和困苦中安慰他的众儿女 使徒保罗的一生中充满了苦难 他见证这位赐各样安慰的神说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格林多后书一章三节 只有一件事能拦阻天父 倾下他的安慰之悲到我们心中 就是当我们心门关上之时 关上是因为对神让我们受到的苦难 心中充满了怀疑不信和背叛 关上的另一原因是 我们不愿和解 心无怜悯和好批评 还有就是怀有不肯饶恕人的罪 这种内心状况是无法接受安慰的 灾难将要到来 让我们倾听天父恳切之言 把你们的背叛 不饶恕人的心和一切的罪 带到我这里来 我要把他们扔在我背后 以色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 你若对着呼召做出回应 就必体验到神对你的怜悯 你心中必满有安慰 如同香膏倒在箭口上一样 你不必再为将来的苦难而害怕 因为当你得到安慰之后 苦难就失去其毒钩 使它不再是难受的了 在最大的苦难中 平安和永恒的喜乐 必充满你的心 你必得安慰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二节 我父啊 我愿意 我父啊 我愿永远信靠你 因你何等善良 我父啊 我要永远感谢你 甚至为艰苦感谢你 因为在你心中 因着爱我 而计划要借此带给我特别的祝福 我父啊 我要把我自己献上给你 我愿意顺从接受一切管教 因为他们是为我应付未来大苦难的准备 求你赐我忍耐信靠之心 牺牲精神和愿意受苦的精神 这样我便能在苦难来到之时 忍受痛苦 我父啊 我要永远相信你 大过所有苦难 你凡事都能行 而且你爱我 我父啊 哦 天父 亲爱父亲 我今在你手里 主 你能改变一切 在你凡事都能 我今安息你怀里 你以爱拥抱我 你知我一切重担 我能承受多少 凡临到我的一切 主 我知是你意 你良给我的苦难 是为叫我得意 我心 人虽惧怕忧虑 静默中 我安息 全心信靠你旨意 这是蒙福 绝要 在患难之中 单单依赖人的 必定被惧怕和愁苦所压倒 必定得不到任何帮助 人若依靠神的奇迹 就必得到帮助和安慰 使他胜过惧怕 要大声用言辞和歌声宣告 天父是谁 他是爱与关怀 照顾他的小孩 他是伟大慈爱 大能绑闭 伸向他的小孩 他是怜悯 仁爱 带领受惊怕的小孩 通过危险困难 他是无所不能的爱 使黑暗变光明 地狱变成天堂 他是永不止息的爱 环绕着他的小孩 无论何时 何地方 在你惧怕时 称颂父神的大爱 就必得到帮助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阴下欢呼 诗篇六十三篇七节 《宽命》 宽恕 宽恕 总是无声 还流淌 越南我不管我适合等模样的人 教导我走那 走那荡新的道路 聆听我难以言传递心舍 换说总是我伤害了他 越南我不管我适合等模样的人 教导我走那 走那荡新的道路 拥抱我 伤痛孤单的心灵 这些都是我天赋的平革 他的爱愿胜过 胜过世上一切 这些都是我天赋的平革 他的爱愿胜过 胜过世上一切 宽熊 总是我伤害了他 他 越南我不管我适合等模样的人 教导我走那 走那当心的道路 拥抱我伤痛孤单的心灵 这些都是我天赋的平等 祂的爱愿胜过 胜过世上一切 这些都是我天赋的平等 祂的爱愿胜过 胜过世上一切 我亲爱的天赋 你的爱愿胜过 胜过世上一切 我亲爱的天赋 你的爱愿胜过 胜过世上一切 你的爱愿胜过 胜过世上一切 我亲爱的天赋 我亲爱的天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抵抗对危险 革命 逼迫和核战争惧怕的属灵武器 神在圣经里的一些经文中 给我们特别的应许 让我们在困苦和危险的日子里 可以用作武器来抵挡仇敌 同时安慰 平安和勇气 也要进入我们心中 在诗篇里特别多这类宝贵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是 这些清洁曾在生活中 经过试炼和考验 他们是在人遭遇极大的惧怕 逼迫和危险之中产生的 让我们思想一下 大魏王的经历 在他坐上宝座为王之前 经常处在危险之中 在战争和暴乱中 受到敌人 逼迫他的人和对手的威胁 他发现 当他大声诵读 或唱出这些词句的时候 就使他得到帮助和胜利 在这些经节中 他描述了神的本性 叙述了他所能做的事 和也想要的是什么 在这些话中 蕴藏着巨大的能力 每当我们重读诗篇的时候 心中便涌出了一系列诵词 在惧怕和痛苦之时 能发出诵词需要多大的力量 大魏在面临天堂和地狱之时 大声宣告或唱出的话 已经过试炼得以证实 他们带有能力 这些话保存在圣经里 是为我们所预备 是我们能在苦难中 经历到他们的能力 让我们像大魏王一样说 你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诗篇三篇三节 当时的战士 拿着盾牌 在身前保护自己 用盾牌遮盖自己 我们要大声地说 你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要相信这件事 要反复讲两三次 并且着重在是字上 你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这就是说 在古时和如今 你都是盾牌 你保护我 当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毁灭性的势力 革命 逼迫 或核资武器 都不能穿透这道防线 把重点转一下 说 你耶和华是盾牌 换言之 这是说 你已完成遮盖我 免遭一切灾难 所有的灾难和痛苦 必须先穿过全能的神 当神遮盖了我 他们便无法打倒我 因为我藏身在你里面了 要用诗歌和诵词 重复这些话 你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对我个人来说 特别在惧怕和危险之中 更为明显 我会有此经历 使我能和大卫时代之后 直到如今 见证这件事的人 站在一起 我们也要因神帮助我们 而称颂他 在另一篇诗篇中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诗篇四十六篇一解 这些都是崇高的话语 如磐石坚立不移 你要亲口读这两节经文 神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力量 是我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举起它 来抵挡一切 从内里或外面 来威胁你的势力 你会发现 帮助必定会到来 经上说 我的帮助 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二节 把主的话 当成是主给你的一张支票 他必支付 把它当成是肯定的应许 拿出来给主看 并说 经上记着说 你是帮助我的 诗篇四十篇十七节 为此 我坚定地依赖你来帮助我 因为你的名字是 是的 阿们 你不能否定你自己 你是天父 你不能不帮助和拯救你的孩子 只有当你如此依赖神 在你心中认清他 必如慈父般爱你 帮助你和拯救你时 才能得到他的帮助 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 取决于我们内心对他的态度 正如大卫王在他的一篇诗篇里说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待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待他 乖僻的人 你以弯曲待他 诗篇十八篇二十五节 换言之 乖僻的人 并不相信神会善待他们 帮助他们 持这种态度 使他们与神的爱隔绝 神远可以慈爱浇灌他们 却是不能 结果是他们无法体验到神的爱 同样也得不到他的帮助 我们曾否想到过 能否得到神的帮助 是取决于我们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但是只能赐给那些向神打开心门的人 因不信而与神隔绝的人 则得不到 所以你要信靠神说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诗篇十八篇二节 大声宣扬神为你预备的应许 是大有能力的 他是你的保障 是你能投靠的山寨 这对你是件真实可信的事 根据一些信徒的报告说 在战争时期 敌军走进一间人们在祷告的房间 突然间呆住 然后就走了 因为他们被神同在的大能吓跑了 他们邪恶的计划未能得逞 信徒们在神的山寨里 周围有天使为他们征战 要大声说出 大卫在诗篇里 一再对耶和华的称呼 我的救主 诗篇十八篇二节 要说 由于你是我的救主 在愁苦中 我要期待你的拯救 要一再说这段话 我的神 我所信靠的力量 诗篇十八篇二节 以完全的信心向主说 是的 我信靠你 这样你就必经历到 凡等候你的 必不羞愧 诗篇二十五篇三节 把诗篇中所有这类经节都写下来 这是他赐下的爱 我们现在就要使用它们 每当惧怕临到我们的时候 就要把它们反复地说出或唱出来 在大灾难 痛苦和试炼 临到全世界的时候 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更会得胜 到那时候 我们就能体验到 他的话语 有能力 驱散一切惧怕 并使仇敌逃跑 神所赐的平安 必领到我们 我们必得神的帮助和拯救 我的心哪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诗篇四十三篇五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替他们担心 因为他们已面临危险和困苦 有的已陷在其中了 你是慈悲的天父 和赐各样安慰的神 因此 我们信靠你 并相信你 必保护他们和眷顾他们 同时 你也必使蜀天的安慰 在他们心中如江河涌流 求你 使他们在心中满有蜀天的平安 并让他们 能够在周围的人们中间 成为安慰的泉勇 和力量的高台 在众人面前 存敬畏的心 成为你活的见证 见证你是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要感谢你 每当想起所爱之人 便可放心 因为你必照你的应许去做 你说 苦难越大 神就更亲近 感谢你 因我们知道 一切临到他们身上的事 都是你命定 并且是为使他们得益处的 你也不会让他们受 过于他们所能受的试探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你 因你是我们的天父 你倾听受苦之人的呼声 并伸手帮助受欺压的人 为此 我们把在愁苦中所爱之人的焦虑 带到你面前 你若与他们同在 他们就有了所需 有你的大爱和眷顾 就足够了 阿们 主 主 知道搭救 敬虔的人 脱离试探 彼得后书 二章九节 耶和华帮助我 我 必不惧怕 诗篇 一百一十八篇 六节 在苦难的日子 虽恐惧战惊 我心要赞美神的信实 我信靠父神 坚信他话语 在他时候 他将成全 为此 我感谢 永远我信靠 忧伤之中 我不动摇 你是我父亲 慈爱安慰者 每一忧伤 你来帮助 永远属于我们 在未来的时代中 当我们失去一切之时 有什么是不会丢失的呢 就是耶和华神 你得到了 就得到了你所需要的一切 甚至在惧怕和困苦中 也是如此 因此 在危难的时候 要确定 神是帮助你的 如果你生活中 有未洁净的罪 使神与你为敌 在患难临到的时候 你必失败 你若不断顺服在神圣洁的光辉中 使神与你同行 就没有什么能伤害你 你必得到安慰和帮助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里的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问一下自己 神会赞同我吗 因为我遵行祂旨意和诫命 以他们作为我生活的准则 因为每当我违反了神的诫命 就求赦免 每当我得罪了神和人之后 就求告耶稣保险大能 帮助我在信心的征战中得胜 使我能够罪得洁净 我心中没有未经赦免的罪 使我与神隔绝 他必让我在患难之中 安息在他绑地里 我必经历到他慈爱的眷顾 保护和帮助 神会反对我吗 因为我在做决定时 太骄傲而不求问他的旨意 因为我不遵守他的诫命 因为我不认罪 因为我不靠主耶稣的名 和他保险大能 去战胜自己的罪 若是如此 在患难之中 我未经赦免的罪 必使我与神隔绝 我不能得到他慈父之爱和帮助 却要受到他的审判和愤怒 神会赞同我吗 因为我与弟兄和睦 由于我向众人显出怜悯和饶恕之爱 其中包括得罪我的人 因为我与弟兄和平相处 这是出于感恩之心 因我曾犯罪得罪了神 却靠耶稣舍身而与神和好 若是如此 在患难之时 神必伸手帮助 赐下他的大能 我必经历到他的神迹 神会反对我吗 我和弟兄心中有隔阂 在我认为 无法相处的人 和得罪过我的人之间 树立屏障 若是如此 神必在我与他中间 立起屏障 不再饶恕我 不会在大患难中 伸手搭救我 神会赞同我吗 因为我以他旨意 为我的意愿 甚至在难以接受的带领中 也谦卑顺从在 他大能手下 因为我相信 神知道什么是他孩子最大的益处 我承认 自己作为一个罪人 是需要父神管教的 这样 我就会在患难之中 经历到神 施恩给谦卑的人 我必得到帮助 神会反对我吗 因为在苦难中 我骄傲自大 不服他的带领 不谦卑顺从 他质疑之下 这样 我就会看到 神抵挡骄傲的人 在患难之中 我不会得到安慰 帮助和平安 给爱他之人的应许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疾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至十五节 他们在路上 必得饮食 在一切静光的高处 必有食物 不饥不渴 炎热和烈日 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连续他们的 必引导他们 领他们到水泉旁边 以色亚书四十九章 九至十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毁灭性的灾难中 爱神的人会与何事 得到父神的安慰 他必用绑币抱住他惧怕发抖的孩子 以大爱拥抱他 得到父神慈爱之言 如香膏流入他惧怕的心灵 得到父神与主耶稣的联合 前所未有的联合 因为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缓难 惧怕 困苦 都不能 相反的 这一切只会使我们与他更紧密相连 得到天使强有力的护卫 四面保护属神的人 并且服侍他们 得到数不清的神迹 神向他拣选的人 施行神迹 我们可以从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的历史中 看到在大患难中 神在过去和现在 都在施行神迹 在他的选民身上 经历到耶稣更伟大 他比一切困苦折磨更大 我们能确知自己在他手中 而不在人手中 得平安如江河 神使他流入我们的心中 使一切惧怕都退后 打开的天门 天恩必降在属神的人身上 地上黑夜最深之时 天门必为他们打开 得神所赐特别的能力和力量 使属神的人在此艰难时期 能经过一切艰难和困苦 得胜而有余 得见耶稣 比前更真实地见到他 他要用他爱的光辉 照亮黑夜 化地狱为天堂 我们从他的话语中 得到以下的应许 爱我的 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使爱我的 承受祸财 并充满他们的福库 真言书八章十七节 二十一节 信心得胜的雀具 主啊 我感谢你 因你用安慰之言 使我确知 当你大能的手 覆辟我之时 便没有什么 能伤害我的了 主啊 我感谢你 使我能肯定 在有极端需求之时 你必向我显明 你是平息 那具毁灭性的 风和浪之人 主啊 我要预先称颂你 因我知 灾难和毁坏越大 就更能证实 你的帮助和爱 更伟大 主啊 我坚信一件事 在令人恐惧的日子里 当惧怕抓住我的心 威胁要吞灭我之时 你的平安和安慰 必胜过这一切 主啊 我信赖你的大爱 在惊涛骇浪中 你的慈爱 必看顾我 当前面的道路 引向黑暗之时 你必以慈爱 牵着我的手 主啊 主啊 何等奇妙 我可以信靠你的大爱 你爱的大能 大力 能帮助我 远胜过毁灭的全世 主啊 我要坚信 你是我慈爱的天父 我是你的孩子 你必在我敌人面前 摆设沿席 帮我经过困苦 主啊 在毁灭性的灾难 临到之时 让我单单仰望你 因你已来建立你的国了 主啊 我信你的大能 行其事 必让我在痛苦和灾难中 经历这些事 主啊 我绝不会为将来到的恐惧而担忧 我要想到你和你的大爱 主啊 我相信 当无人能为我指点下一步路的时候 圣灵必引导我 主啊 让我信靠你 并在大灾难时期 深信你 必变地狱为天堂 因为 有你在 一切 都会改变 阿们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四为安盈 搭救他们 诗篇 三十四篇 七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天使坚强护卫 神在帮助他所爱的儿女 和提供他们需要之时是不遗余力的 特别是在灾难和苦难临到之时 他差遣大能的使者去执行他的命令 众天使如同坚固的围墙四面围绕着他的儿女 也就是敬畏他 在苦难中求告他 称他为天父的人们 我们永不会孤单 天使们无时不在我们周围和撒旦 以及一切邪恶征战 在此末世 这些邪恶正在世界各地猖狂肆虐和制造混乱 天使天君是真实存在的 圣天使看顾我们 他们服侍我们 痛苦和灾难越临近我们 他们就更积极地使用他们属天的大能和大力 竭力工作来胜过困难 排除危险 伸手搭救 使我们得到保护 让我们一再向天父祷告 求他派天使护卫我们 让我们信靠他并感谢他 拆派天使来保护我们 这样我们就必得到保护 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 信靠使神的心欢愿 将你自己交托在神手中 如同一个孩子信靠他父亲一样 这样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 你也会经历到他必不使你失望 在一切惧怕和艰苦之中 要带着孩子般的信赖之心转向神 你必使天父的心欢悦 因为他在等候你称他 亲爱的阿爸父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雅各书五章十一节 面临黑暗之时 你的帮助在哪里 知道天父比一切更伟纳 信赖父神而喜乐 有像孩子般绝对的信靠之心 完全献身给天父 除了天父之外 一无所求 为天父所供给的感到知足 以天父的旨意为你的意愿 当你无法明白他的作为时 说我信赖你 另外还有什么能帮助你呢 存着天父总是有办法帮助你的信心 意识到天父那对你无法言语的爱 欢喜确信 自己乃是隐藏在天父大能的手中 你正照着他永远的旨意 计划蒙引导 神应许要带领你到达天上的目标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杆 都安慰我 十篇二十三篇四节 亲爱主 我信靠你引领 虽黑暗遮蔽路径 我将寻获伟大祝福 深隐藏在苦难里 亲爱主 我知你深爱我 虽我心还不明白 主 我信你正在引领 虽看不见你恩手 我相信你手正在引领 每件事上你做主 你是爱 只因是你爱 一切为使我得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他们夺去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 我慈爱的手拖住你 这吃为你做了许多事情的手 在十字架上被刺透 我时刻在你身旁 当你在愁苦之中 我要向你彰显大爱和能力 我们以爱回应 主啊,我在这里 你忍受十架之苦 你必不丢弃我们 你必帮助我勇敢地忍受一切 你知道我是何等软弱和渺小 但是有你同在 我能得胜 我相信你必帮助我 为基督徒受逼迫和殉道时的祷告 主耶稣啊 但愿在快乐和受苦时 你都是我唯一所有 是灾难来到的时刻 你成为我一切安慰和爱的泉源 让我跟随你 无论你到何方 求你使我永不和你分离 也不因求解脱而付上失去你的代价 而要在受苦和折磨中 永远跟随你 但愿在受敌恋的时候 我心中有此爱火燃烧 使我能安慰 荣耀你的名 并让多人得知你名 你因爱我 必不丢弃我 我深知此事 当关键时刻到来 我祷告所求的 必能得到 你的信实 是我的保障和盾牌 阿们 马蒂里怨母 何等浩大的能力 蕴藏在对耶稣的爱中 只有对耶稣的爱 在苦难之中 不会被摧毁 因为它是由 属天之火所点燃的 一个人的心中 若有此种热情在燃烧 其火焰强过 想要毁灭人身心灵的 地狱之火 这爱也有消除痛苦 和折磨的能力 为了你的缘故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仅爱那些 在受苦中的人 更特别爱那些 因爱你而为你名 受苦的人们 我们感谢你 因我们可以信靠你的爱 必能带我们 经过这类苦难 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 因我们知道 在时代结束前 你要再次到这世界上来 这次要来属于 你的人中间 你渴望他们 像你一样忍耐 饶恕 并爱他们的仇敌 当受到逼迫 折磨或放逐时 像你一样 乐意受苦 你要使他们 反映出你自己 因为你在世界的苦难中 显示出了你的荣耀 你必显明你的形象 在属你的人中间 由于你在他们中间 高阳受苦之爱 祝福别人的形象 将在他们身上被人看见 求你 借着他们的榜样 能胜过你的仇敌 使着爱 能够传扬出去 有助于 为你的国 铺设道路 我们称颂你 因你爱的能力 强过目前 统治世界的黑暗势力 你的爱 终必得胜 我们祈求你 现在就倾向你大能的爱 进入我们心中 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能跟随你 走高扬的道路 在苦难时 能胜过一切痛苦和逼迫 因为你活在我们里面 求你帮助我们 经过现今的小困苦和忧伤 为将来大的苦难 有所装备 求你 使我们到那时 能荣耀你 以生活见证你 并成为你的安慰和喜乐 让我们在爱中 为你受苦 为有荣幸 能为你名的缘故 忍受逼迫和仇视 而献上感谢 求你教导我们 在受苦时 真正谦卑下来 时常想到 自己因罪 而本该受更大的苦难 求你帮助我们 在苦难中 爱仇敌 愿主 你的爱 在我们里面得胜 阿们 和你一起 十下道路 我走 和你一起 分担苦痛忧愁 和你一起 走向黑暗深处 和你一起 一天 我将复活 天堂乐园 和你一起 在宝座 和你一起 紧密联合 和你一起 忍受死亡苦痛 和你一起 一口气到最后 或生 或死 主 和你一起 和你一起 到时 忧伤结果 收获 至极喜乐的结果 永远和你 同住 同活 和你一起 哦 亲爱主 和你一起 和你一起 地域痛苦 能把我如何 狂风骇浪 你皆平息 虽要面对 最深之痛 你心 是我藏身所 我将和你一起 我的 耶稣 神所做的计划 是有智慧的 以赛亚书 二十八章 二十九节 我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 使我能以 谦卑信靠的心 接受 现在受到的 艰难和困苦 帮助我 忍受一切 绝不让失望 在困境中掌权 乃是 信靠你 当你 带领 我所爱的人 我的国家 整个世界 走上 越来越艰难的 道路时 让我也能 信靠你 让我 定睛在 最后的结局上 因为 你的道路 永远是 以荣耀告终 我感谢你 因我确知 你一切的带领 都是按照 永恒奇妙的 计划进行的 他们乃是 引向一个 荣耀的目标 虽然这条道路 最初 要走过黑夜 经过个人的破碎 以及审判 临到万国 其结果是 你要在废墟上 建造一个新的世界 因此 我定睛在这目标上 我要在生活中 绝对信号你 我确信 在混乱和苦难之后 你的荣耀 要显明在一个新的世界上 阿美 我想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让我看见前面标的 不再居住极苦难里 石架忧伤 不在意 向你宝座 我不背离 痛苦石架 不去在意 并经天堂的标的 让我看见前面标的 背起石架 来跟随你 和你一同往前去 让我说 父啊 我愿意 献上蒙福感恩之心 石架轻重 不采礼 让我看见前面标的 不住赞扬 荣耀将临 有朝一日 你赠予 荣耀坐前 我站立 我的石架 将我更新 步步领我 达标的 让我看见前面标的 世上生活 就要过去 天堂不久 急降临 苦难熬练 成为尊贵 靠你恩典 得着奖赏 永远不朽的冠冕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眼目标 我的天父 求你不断帮助我 在生活中思想永恒的家 开我眼 是我看到在永恒中要得到的荣耀 但愿我最关心的事 就是要达到此目的 教导我 对世上的苦难 有正确而透彻的看法 就算最严厉的痛处会在苦难中临到我 它也会和世界上其他事物相同 都是短暂的 必会结束过去 接着永恒就来到了 你已为我预备了永远的家 在我受了诸斑的苦之后 我必在你国中得到天上的喜乐 这喜乐要持续到永永远远 让我期望这件事 让我是被这思想浸透 为达到这目标 我愿尽心竭力 我愿接受受苦的捷径 预备我进入永恒里 我要在生活中将思想集中在永恒 而不是受苦 因为受苦是短暂的 它必结束 我要信靠你的良善 你已计算过这世代所要经受的一切苦难 并且知道我能够承受多少 我感谢你 使我有这样的看见 你使我坚强 使我能勇敢地忍受走这条黑暗的道路 并在苦难中说 我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近了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 要欢喜快乐 受苦之后必得天上荣耀 当你进入天堂大门之时 神要你走的黑暗道路 就以无法形容的喜乐告结束了 整个世界有一天 要在他荣耀显现时告终 你要期待那极其欢乐的一天 现在就活在未来荣耀之中 你便可在苦难中尝到天堂的滋味 世界上害人的情况 并非永远长存 最后在神国中的光景 是有和平喜乐和属天荣耀的 要思想这些事 你的心思和意念 要放在这些事上 不要活在眼前的一切惧怕和忧虑之中 而要活在未来 天上的荣耀中 你现在乃是在做准备的工作 不要单看到你内心和周围的黑暗 而要期待正在升起的太阳 就是耶稣 祂是太阳中的太阳 祂要吸引你进入祂光明的国度 让天堂的中心 耶稣成为你生活的中心 让祂成为吸引你的磁铁 这样 你在苦难中便能体验到 没有人能从你手中 把天堂和主耶稣夺去 要喜乐 他快来了 你就要见到他了 伟大至宝 谁能测度 来自忧伤和痛苦 利益 藏在苦难背后 谁能理解 并看透 只有流泪撒肿之人 乃是来自大患难 在荣耀里 受主加冕 闪烁耀眼的辉煌 谁能住在那靠近耶稣 无尽荣耀的光明里 在祂身旁 悲己十架 忍受黑暗 如羔羊 耶稣面容 奇异光亮 明亮照耀 如太阳 神的儿子 珍贵 辉煌 荣光充满在天上 赞美苦难 带来祝福 属天的喜乐祝福 我们十架 欢喜悲赴 在宝座前 称荣耀 天上欢歌 四处响起 演奏苦难的乐章 基督伤痕 发亮诉说 苦难产生 大喜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